在这一场货币战中,日元不但输得快,而且输得彻底。 现在,日元再次跌破了160关口,美国的强力压制再次奏效。 这也意味着,日本央行注入了9.8万亿日元的就市行动彻底失败。 上一次是在4月30日,日元跌破160后,日本央行协巨资入市干预,成功将日元推高至151。 然而,现在汇率又回到了就市前的水平。 更麻烦的是,美国已经明确警告日本不得直接干预汇率,否则日本可能会从监测名单中被列为汇率操纵国。 届时,美国将以此为由对日本进行制裁。 那么该如何应对呢? 此前,日本央行通过直接卖出美元并买入日元的方式来进行干预。 然而,现在看来他们不敢轻易再使用这一方法。 现在,日本只剩下两条退路,第一是加息。 最近,日本央行确实在开始探讨加息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由于通胀的上升,确实存在加息的必要。 5月份,日本的核心通胀率上升至2.5%,高于之前的2.2%。 最关键的是,日本央行现在对短期内日本经济不会再次陷入通缩,充满信心。 因此,分析师普遍认为日本央行可能会将未来的利率范围设定在1%到2%之间。 当前,市场对日本央行的加息时间存在不同的预测。 一部分观点认为,央行可能在7月就采取行动, 而另一些人则预计加息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 然而,目前看来,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如果将加息时间推迟,可能会遇到美联储降息, 这或许会导致日本央行不敢轻易加息。 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并非所有成员都支持加息。 一些成员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认为需要进一步观察薪资增长是否能有效地刺激消费。 此外,日本央行还有一个不能公开但众所周知的重大隐忧, 那就是一旦加息,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加日本目前巨额债务的利息成本。 长期以来,日本实施了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 因此国债的利息负担相对较低。 然而,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在零利率时期,美国国债规模持续扩大, 美国财政部似乎并不担忧。 然而,随着最近两年美联储将利率提升至5.2%, 美债收益率也随之上升至4.5%至5%, 每年的利息支出从几年前的3000亿美元增至目前的1.2万亿美元。 这直接导致了美国财政赤字的扩大。 如果日本开始加息,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在日本发生。 然而,如果任由日元继续疲软, 将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增加家庭的生活成本, 对消费造成负面影响,并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 当然,为了应对通胀,日本央行还可以减少债券购买, 这意味着量化紧缩的开始。 近期,央行将会收集意见并决定最佳的削减规模。 尽管如此,这一措施对支撑日元汇率可能只会产生短期效果。 实际上,尽管美国警告日本不得直接干预外汇市场, 日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持续抛售美债, 但并不直接买入日元,而是投资于其他货币资产。 这一举措可以使日本的外汇储备资产更加多元化, 同时压低美元指数,有利于日元的反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日本持有的美债规模仍高达1.15万亿美元, 而日本民间企业和家庭持有的美债总规模可能远大于央行持有的规模。 如果日本从上到下形成合力,逐步抛售美债, 预计将对日元汇率产生强大的支撑作用。 危机升级。 美国继续收割中国。 人民币汇率跌破7.3。 如何解读? 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又一次跌破了1美元比7.3人民币的重要关口。 为什么说这个关口很重要? 因为从2022年美联储加息以来,我们承受了美元升值的巨大压力。 但是每一次美元想继续对人民币施压,我们都抗住了。 而最后一道防线,就是7.3人民币这道关口,形象一线来说,就像古时候的女真骑兵,已经打到了山海关外。 所以,人民币的汇率保卫战,实际上已经开始打响了。 那么这次为什么人民币贬值压力如此之大? 这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和应对? 为什么人民币会持续贬值? 总的来说,还是因为美元太强势了。 最近一个月,美国的经济数据和美联储官员密集表态,发表了鹰派的观点。 比如,美联储李氏鲍曼重申通胀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目前尚不适宜降息。 鲍曼甚至还表示,2024年或许并不会降息,因为美国通胀目前仍然有较大的上行风险。 甚至如果出现通胀回落停滞的情况,美联储会考虑加息。 这种言论在市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金融市场认为,美联储短期内不会降息,甚至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也在缩小。 这就直接导致市场资金继续回流美国,美元走势非常强劲,从最近的走势图也可以看出,美元指数最近两周是在持续上涨的。 在外汇市场中,美元和人民币就是悄悄板,美元走强了,人民币就会贬值走弱。 所以当美元走强达到之前的高点时,人民币自然就会贬值到之前的低点,汇率保卫债,也因此展开。 那么,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呢? 其实也有。我这边说的详细一点,人民币贬值压力的背后还是在于中美利差的增大。 目前来看,美国国内的利率水平整体在5%左右,而中国国内是3%,这就有2%的利率差。 所以,只要是有能力、有渠道的资金,都会试图通过合法或者灰色手段,卖出人民币资产,买入美元资产,去美国那边吃利息。 人民币资产的持续流出和美元资产的持续买入,直接导致了人民币承受了较大的贬值压力,而美元则因为买入资金较多不断增长。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币一直拥有贬值压力的来源。 甚至可以说,只要中美利差依然较大,那么人民币就是国内资金的套息交易的一个有利品种,这就是金融交易,对于汇率市场的压力。 除了外部美联储推迟降息,带来的美元走强,最近国内的金融数据,其实也不太乐观。 如果我们看5月份的经济数据就会发现,5月份涉融数据走弱,M1和M2增速都下降得很厉害。 而虽然社会融资规模总体重复转正,但是其中主要还是政府债券发行来进行脱底。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目前的主要矛盾,依然是需求相对不足和供给结构性过剩之间的矛盾,而从需求端来看, 我们的基本盘改善依然不明显。比如最大的需求端房地产行业,5月份的70大城市房产均价是下跌的,投资增量依然是负增长的,这就意味着需求不足的情况还在持续。 汽车端的需求也偏弱,汽车行业价格战打得如火如荼。 虽然我们在出口方面的韧性显著,但是也还很难抵消在汽车和地产方面消费不足,带来的一些负面冲击。 而对于汇率市场而言,汇率的基本盘,其实还是国内经济,如果国内经济和基本面向好,那么人民币就会走强,我们也不会存在较大的贬值压力。 但是现在,一方面是美元走强,一方面是国内经济依然在复苏阶段,根据最新消息,上面也不准备采取什么特别重磅的利好政策,反而是要对中国经济雇本培缘,所以国内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而这一切都会显现在金融市场上,显现在外汇方面,于是我们才看到,人民币汇率跌到了7.3的压力位。 既然事情发生了,原因我们也知道了,那么我们会如何应对呢? 这就得看央行的了。 从2022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多次跌到7.3关口,但是每次到这里,就算美元如何强势,央行也会下场调控,避免出现人民币跌到7.4元的关口。 比如22年的9月15日,央行直接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两个百分点,释放美元流动性,调节外汇供求关系,稳定汇率市场。 不仅如此,央行还利用外汇存款准备金,推动人民币升值,这对于一些远期受贿的业务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从而为应对贬值发挥巨大作用。 还有就是所谓逆周期因子,这其实是中国外汇市场的压仓石之一,如果我们的人民币汇率,确实承担了重要的压力,那么这个自2020年以来就从没有使用过的工具,就会重新登场。 但是,这也说明,目前央行对于稳定汇率市场,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的,央行的工具箱里面,还有很多的调控工具,还没有掏出来。 如果说人民币看似危险,实则安全,那么日元则是看似很危险,实则一点也不安全。 美元兑日元,已经跌破亿美元比160日元的关口,出现了极具贬值,这也意味着日本央行之前的日元保卫战彻底失败。 相比于央行稳定市场的信心和预期,不仅日本央行束手无策,而日本政府也迟迟不敢出手,就像当年广场危机和日元升值,引发的日本经济崩盘,情况差不多。 我们不管这是不是美国在搞鬼,但是日本明明有一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但是却不愿意抛售美债,买入日元资产,这种做法。 无论如何,都是不合理的。 而相比之下,央行却能够做到一边抛售美债,一边买入黄金,稳定人民币币值。 光从这点来看,我们还是比日本要强的不少的。 所以,现在的日元已经崩盘,人民币还需要持续坚守,毕竟美国经济其实非常的复杂和割裂,当欧洲那边已经开始降息,美联储还能够维持目前的高利率多久呢? 所以我也相信,央行已经多次抗住了汇率贬值,前几次都抗住了,这次也不会出问题。 这次的汇率保卫战,我们依然会笑到最后。